早前我在辦公室按電腦 然後我就在想我一輩子會不會都是這樣 然後幾完口合之下就找到一個台灣的朋友 他就有一個所謂的Eco Village 開鋸路就慢慢慢慢刀仔鋸大樹 拉頭同樣都是不用用力的 今次整個土休 我們很多的理念都是圍繞著 怎樣可以令到我們的生活 可以融入一個自然的循環 六十年代香港就 注入了很多台灣相思的樹種 因為要城市規劃發展 台灣相思的樹種比較快高長大 到現在就剛好五六十年之後 這裡的樹全部都會去堆田區 我們就會招一些學生回來 我們會教他們怎樣用這些廢木去做一些木工 平時我們大概是八個人左右 今天也是六個人 外面的木工班多數就會是 可能在外面買些漂亮的木 已經是一個吸好的素材 其實自己刁黑 刁黑一件成品 就很開心拿回家 除了這樣之外 譬如我們給他們吃東西 其實在吃東西的時候 其實背後農夫裡面 有很多的努力我們是見不到的 我現在在土休生活 有很多時候的問題 問回自己 我想成為一個什麼人 譬如我做木工 我希望 譬如我大班 我可能會影響到身邊的人 影響到多少呢 譬如覺得 扔了垃圾 已經是一個很好的人 但是就不會想垃圾之後去哪裡 或者為什麼會有垃圾出現 想回我們現在的生活 會有些什麼斷了那個循環呢 或者是令到我們消費 我們在支持背後的生產商 在支持一個什麼的遊戲規則 我就希望他們會想得多些這些東西 或者我自己都在想著 也不信任 其它問題 點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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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數字